近期上海、江苏、江西、湖北、四川等5省市 有关执法部门开展了执法检查 发现台湾远东集团在当地投资的化鲜纺织、水泥企业 在环保、土地利用、员工职业健康、安全生产及消防、税务、产品质量等方面 存在一系列的违法违规的行为 有关执法部门坚持以事实为依据,与法律为准审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,对涉事企业进行了处罚 那据初步了解,现已处以罚款及追缴税款约4.74亿元人民币 并收回了其中一家企业的闲置建设用地 查处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 相关企业违法违规的情况和予以处罚的法律依据 按照法定程序公布在了相关执法部门的网站上 大家可以去查询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